欢迎来到恩恩的小厨房 大家好,我是恩恩,她是我妈妈 我们今天要做什么? 我们今天要来盲测蛋黄酥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买的这7家蛋黄酥 我们从这个,这是彰化的灵济蛋黄酥 第二家是台中也很有名的 叫做香格礼法 第三个是桃园法国味的甜点儿 他们家面包蛮好吃的 我们买了他的蛋黄酥来吃 再来这个是最厉害的陈耀逊 号称蛋黄酥店的爱马 再来这个也是桃园隐藏版 是网友推荐的 面包店桃园人推荐的 刚刚好小颜 这一个是季佳 彰化的季佳 听说也不输不二房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不二房 我们现在做盲测哦 盲测盲测 好恐怖哦 他有一个脆脆的 脆脆是什么 有点像胶糖脆脆的东西 不够还可以 第一个停歇 第一个我猜这个 好吃吗?你觉得第一个 我觉得好吃耶 他有一个那个 不知道是胶糖还是什么 然后有一个脆脆的 好大口的 这个好软哦 这个我猜是他 羊蛤香蛤 他软了我不喜欢 他没有那个酥酥的感觉 味道有一点点那种 你有吃过那个 我不喜欢吃的那种月饼吗 我怎么知道你不喜欢哪种月饼 会是什么 那个啤 广式月饼 一点点那种味道 我不喜欢那种月饼 这个是很像传统面包店 吃出来的蛋黄饼 这个味道 他的红豆泥 嗯 跟技嘉有点像耶 你有 啊啊 这是当话挂的 嗯 不是 这其中一个 我觉得是他 还是他是灵性 这才有一个味道 你说不出来 小一点就好了 觉得臭臭的 哈哈哈 搞不好是我们放冰箱的问题 哦 对 所以他有一些一个味道 好 好 第四个 我会不会 这个猜对的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啊 啊这个才是陶二啊 啊 这给你 嗯 改一下 满菜真好玩 这个是陶二吧 鹹鹹 我记得 有那家 好吃的面包店 就是只有鹹鹹 那这个三不是陶二 三我改一下 三那个味道 我怀疑他是灵迹 就是被我们放到冰 冷藏的那个味道 因为我家冰箱很臭 你现在吃的是这一个 这个 这个是什么 好吃吗 这个是什么 五二家 哦 一号啊挺好吃哦 我喜欢吃 啊 第五个 哪个吃 啊 选择的吃 这是地家 这应该是地家 没什么皮 我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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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什么皮 然后他也有一个特殊的味道 会不会讲的那么直接 我都猜错了 不要喝茶 这个如果不是技嘉 五号帮我记起来 一定如果五号不是技嘉 我给你十块 哈哈 二号啊 你再看二号好不好吃 吃吧 哇 很酸酸的 哇 哇 很酸酸的 这怎么那么咸啊 晚了这陶二又要变了 不好吃吗 这个也吃 六号好吃吗 六号是哪一家 季家 这是博二家 刚刚很咸的这个应该是陶二 我吃完了 我吃完了 你吃完了 江江我们来公布答案 你第一个吃的 你说有什么脆脆焦糖的味道 那一个你说你是什么 陈耀逊 错 真的假的啦 你吃了一号 你都已经说 有那个脆脆焦糖的味道 那不是你之前说 技嘉就有一个焦糖味吗 你第一个吃的是技嘉 可是他真的还有咬到一个硬硬脆脆的东西 你把那个特点讲出来 结果你居然猜错 所以我现在吃的才是陈耀逊 对 对 对齁 最好吃的那一个才是陈耀逊 可是怎么这样盲测吃起来都觉得还好 二 二是什么 香格 陈女猜对 三我猜零剂 二不好吃 二连你都说不好吃 三你猜零剂 三是第五个 这一个 三好小 四个呢 四个呢 第四个我猜陈一啊 不是第四个是最后一个 五二加 也差太多了吧 都猜太多了耶 你等一下盲测你自己忙 第五个 第五个我猜技嘉 第五个是一号 一号是什么 一号是零剂 零剂真的也不错 你看 那第六个呢 第六个我选陈二 很咸的就是这个 对很咸 他真的很咸 七我刚刚最后说七是不是成要训 对最后七才是成要训 事实证明我们可以吃得出最难吃 最难吃的吃得出来 就是啊 所以儿人最喜欢吃哪一个 他最喜欢技嘉 我觉得盲测很好玩 我觉得我们嘴巴好不领喔 平常说我们很挑 第一次吃成要训的时候也是有一个那个味道 嗯 那因为之前吃技嘉都没有咬到那个脆脆的东西 然后今天你给我吃那一口刚好有一片脆脆 很像就是焦糖烤的脆脆那个东西 所以那一个味道又特别重 我就觉得他会不会就是成要训 好啦我们今天盲测好好玩喔 第一次盲测 好玩耶 好啦跟大家说拜拜吧 那记得要干嘛 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分享喔 分享喔 然后咧 恩恩的小车 再次见 拜拜 拜拜 这是我刚刚试吃的时候写下来的感觉 那我每次下一个我就会先把我的感觉写下来 如果能马上判断是哪一家 我就会直接把店名也写下来 不能判断的我就会先写感觉 然后把店名空下来 等一下再来做比较 那这边我能马上判断出来是哪一家的呢 就是柏尔加 陈耀逊 法国味的甜点儿 跟林济 因为他们都有很明显的特征 恩像是柏尔加就真的很酥 一吃就知道他是柏尔加 那还有陈耀逊的香味非常的特别 所以一吃也知道他是陈耀逊 那我这边要澄清一下淡臭味的部分 可能是我们放冷冻 已经一个礼拜太久了 所以产生的臭味 那我们就忽略不济 然后林济呢 林济这边复杂的味道应该是因为 我们把它放在冷藏 不是冷冻 所以他有很复杂的冰香味 这个是我们对不起他的地方 明年我们还是会再买林济来试吃看看 还他一个清白